美國商務部寄信給台積電 要他們十一月十一號開始 停止向中國客戶出貨特定7奈米 或更先進的AI晶片 美國商務部台積電對此都拒絕回應 美國直接寫信給台積電 就是為了繞過冗長的規則 制定流程 迅速要求特定公司 實施新規定 就是把矛頭對準 中國的AI發展 美國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對中國半導體業實施制裁 極限缺乏核心技術的中小型晶片公司 截至二零二三年底 中國已經有二點二萬家晶片公司倒閉 今年前七個月 中國晶片進出口逆差 超過一千兩百億美元 顯示中國在高階晶片 仍需高度仰賴進口 此外美國眾議院 更發函愛斯摩爾 東京威力科創 以及美商印材等五家半導體公司 要求提供中國客戶清單 美國平平出手 意圖打斷中國發展AI產業 這場牽動全球半導體公司的 美中晶片戰 越演越烈 三地新聞 張庭祥 一例請綜合報導